高雄市的12年国教免施要点 这个多元笔序项目纳入了英检 而且积分是高达20分 有议员质疑这样会让家长不得不送小孩子去补习 以通过英检 教育局表示把英检纳入多元笔序项目 目的就是为了提升高雄子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不过以后也会把英检纳入国中课程 让家长不必送小孩去补习 苏妍成议员在议会就多元笔序纳入英检提出质询 他质疑教育局如果认为需要加强学生英语能力 应该把英检纳入学校课程 而不是以多元笔序 逼父母不得不送孩子去补习 增加额外负担 你这个英文的保证 你这个保证是20分太高 你开玩笑 你不需要强迫 家长是不是要花钱 去保证嘛 三年处了要七八万嘛 两个孩子保证 做成家长的心中的负担嘛 我们不希望孩子在补习班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未来在国中的英语教学 我们会听说读学 就会纳入他的正式的课程里面 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强化听力 但是我们希望透过检定的引导 逐年也提高国中的老师 他也有中高级英检的一个能力 那在课堂上听说读学一起来教 其实我们希望孩子不需要大教补习班 李梅珍议员也质疑 12年国教 如果不消除明星高中 就不能达到均职化的目的 但各校也有所谓的特招生 希望维持一定的优质化 那未来免试生能否和特招生一起上课 而教育局又如何同时达到 优质与均职化的目的呢 如果要消除明星高中呢 优质化就会失去执着 未来的特招学校里面 就有特招生免试生 他们是不是能在同班上课 让每一个学校都发展学科的特色 这个是重点 所以在政策里面去说 以后我们的高中所希望 他都有特色课程 但是未必要特招 那么如果你是特招啦 也希望你的特色课程 能够让免试的孩子能够享有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12年的国教 一定是经过充分的讨论 取得共识以后 那才会是高雄市的 一个真正的方案才会出来 市长清聚也表示 教育局在推动12年国教过程当中 必须保障弱势家庭 以及偏远地区孩子升学的竞争力 与接受教育的公平性 同时也要多听家长意见 与家长沟通 家长才不会有那么多的误解 以及愤怒 港东新闻王杰士 杨志善采访报道 各个聘业的国教育表 感谢观看